大家好,歡迎你來到這個歉恩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又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2001年的Paper 2第47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1-x over x2次加4x-5 再加這個x-1,再over x-1,究竟是多少呢? 先拿一張單項字出來 做這條題目也不外乎,突然都預算要通訓母 因為兩個份數做加減,這次是兩個份數做雙加 所以一定是通訓母 不過未做通訓母之前,先抄這個題目 要做些手腳的 題目就是1-x 1-x 再over x 嘩,好噁心 好了,x的2次 再加4x 再減5 好了,這個東西會等於甚麼呢? 如果你給我… Sorry,還有後面的份數還未寫 對了,差點出事 就是x-1 再加4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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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真正在做夢 好,那等於甚麼呢? 就是等於… 好了,你給我在份帽子 那裡,我會做一些手腳 那我就會按FORMULA 01 因為我看到這個expression是二次方程 所以我會按FORMULA 01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x加5 再乘2 x-1 是嗎? 做些小手腳 等於你便容易做些 是嗎? 好了,上面就是1-x 再加… 好了,後面的我照抄 就是x-1 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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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這裏 我繼續去 那我會發現到… 我不知道你會否發現 就是… 第一個份數那裏 份子是1-x 而份帽子那裏是x-1 剛好那些證譜好調轉 即是甚麼意思? 上面是正1,下面是負1 上面是-x 下面就是正x 那不如我做些小手腳吧 我就強行將份帽子寫作 減x 我寫作加x 是嗎? 好了,正1加1 我就寫作減1 是嗎? 喂,王Sir可以嗎? 當然,不過你要做些小手腳 我就會括起它 給它一個紅色的符號 當然你考試你不用找一支紅筆 我現在給你方便一點看 你將這個紅色的符號丟進去 兩個箭咀來看看 就會是… 不如我幫你丟吧 第一個箭咀 第二個箭咀分別出甚麼? 就會出負x 第一個箭咀 還原到 第二個箭咀 就會出負負得正 是嗎? 就是正1 那就是… 全部還原得回 那就真的沒問題了 是嗎? 好了,我先插兩個箭咀 好了,繼續去吧 下面當然那份帽子 我照抄就是x加5 再乘2x-1 好了,再加後面這個 就是x-1 就是x-1 再over 就是x加1 在這裏我會發現 如果我這樣抽了一個紅色符號出來之後 看不見到有兩個部份是一樣可以約造它 就是分子有個x-1 而分母也有個x-1 其實這兩個部份便可以約造它 所以這個數字更加漂亮很多 上面就是負1 是嗎? 是嗎? 而下面就會是… 嘩,我先插掉它 好,寫一個 上面就是負1 而下面這裏就是x加5 是嗎? 好了 而右手邊這裏呢 就是加… 當然就是x加1 嘩,好可行 就分子… x-1 好了 之後我繼續下了 現在才開始玩通份母 正式 而且兩個份數小了很多 尤其是前面那個 所以在這裏呢 你讓我繼續做通份母的情況下 那這一塊東西呢 我就會乘… x加5 我就留在這裏 那我就拿一支綠色筆 那我就瞄住隔壁那個份母乘x加1 好了 那我主份數線照射下 不要忘記啊 上面有個負1 是嗎? 但是下面乘多了個份母 乘多了個綠色的x加1 上面也要乘多個綠色的x加1 所以負1乘x加1 那即是x加1 我照寫到 那當然負1就是負 那負我照放在這裏 是嗎? 再加 那當然今次 這個x加1 我照寫 那在這裏瞄住左手邊那個份母 是不是要乘回x加5 對,目的就是通份母 好了 那這裏呢 主份數線照畫 那在上面有個x-1 那我豁起它照寫 那而無端端下面 成了一個綠色的x加5 在份子那裏 是不是? 在份母那裏成了一個綠色的x加5 那所以份子也要成一個綠色的x加5 好 好了,終極了 那當然我們亦都是怎樣 就把兩個份母結合一起寫 因為通了份母大家一樣 那寫哪個先都沒有所謂 那所以我們在這裏呢 我們就會寫 不如先寫x加1 沒有所謂 乘先乘後 兩個一樣 再乘2x加5 好了 那而主份數線照寫 好了 那上面的份子就結合一起寫 就是 就是-x加1 再加 好了 x-1 再乘2x 嘩,好噁心 先拆掉它 就加5 好了 先拉長些份數線 好了 那在這裏 那你給我 都沒有其他好事做的了 那就繼續在份子那裏做爆破 那我會把符號丟進去 拆了括弧器 那與此同時 後面的加好 x-1 乘x加5 這裏呢 我就會四個箭咀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拆散了它 是不是 彩虹成快地拆 那所以我拆出來的情況下 這裏呢 我會 第一個箭咀 先拆掉它 這個 這個就會是 減x 減1 好了 加些什麼呢 好了 那你給我 就會是第一個箭咀出 x的二次 而第二個箭咀 就是 加5x 第三個箭咀就是 減x 而最後一個箭咀 building 最好 充分 Tig 1 2 Weight 再減X,即是減夠兩個X,但加回5X,即是加3X 好了,減1再減5,即是減夠6 好了,over些甚麼呢? 嘩,很噁心 好了,over回召召 就是X加1 再乘2,X加5 如無意外,這個應該是終極答案 我們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好,一起找一下 幫忙找吧 好了,終於都見到它 正確答案應該就會是A 好了,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好,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來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我們再見吧 拜拜